家人们 我在毕业典礼 不是拿着这朵花吗 现在就来浅浅教下你们怎么做 第一层花瓣 先拿出八根最深眼色的牛牛棒 取出两根牛牛棒 斜着拼接着一起 对折剩余六根 将三根牛棒依次残药在右边 尾端折下来 翻转一面残药另一边 左右各产要三根 酱油棒铝折铝顺厚 底部留三厘米固定 小花瓣一共要做三片 第二层花瓣 中号花瓣用十二根 求两根做框架 胜于十根对折 左右各产要五根 尾部折下来 将牛棒铝平整 尾部约三厘米固定 再翻转一面 用同样的方法操作 两侧合并在一起 用较长的牛棒固定 中号花瓣需要做五片 第三层花瓣 大号花瓣和中号花瓣做法相同 区别是大号花瓣 左右各产要八根牛棒 将牛棒铝折铝顺 尾部拧紧固定 两片花瓣合并在一起 求多一支牛棒 再尾部拧紧固定 不要拧完留着一段距离 大号花瓣也是做五片 花瓣三根绿色牛棒对折 求其中一根 穿过另外两根 旋转固定 铝平整后 求脚长的牛棒 在尾部五厘米 缠要 叫花瓣下端往下拨 上端往后翘 一共做五片 叶子 求四根牛棒对折 做法和花瓣相同 尾部约六厘米 求胶长的牛棒固定 叶子往后弯出弧形 一共做两片 接下来做大号叶子 需要用六根牛棒做法 也是相同 在尾部四厘米 残要 弯出叶子弧度 求一根牛棒将叶子 根部加出残要 加上小一号的叶子 继续残要 另外一边也要加上 再加一根牛棒 残要固定 需要做两组叶子 再用牛棒将花杆 残要加出 不空除一厘米 一共要加出五根 使用叶用胶将它们固定 五根要粘在一起 组装玫瑰花 摘小花瓣根部 涂上就要粘在花杆上 第二片花瓣 与第一片垂直 第三片也加上 第一层层线包裹状态 加上第二层花瓣 组装后面的花瓣 与前一片花瓣 层层叠架 再加上大花瓣 把玫瑰花 倒扣在根部空隙 加上五片花鳄 这样 求一根牛棒将花朵 根部整个残要 这样 扭胖不够长 就结一根继续残药 再花瓣下方左右 加上叶子 另外一边也加上 完成 最后放弃 想着当装饰 哈哈哈哈 点关注 不明度 看什么看 你不点赞我 打你的小屁屁 连指导的人都会点赞 你看着办吧 我看着你 我看着我 我看着你 看着你 是不妨 我看着你 它就像我 你会看着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